另外一个部分 国民党立委王宏威有提到了 新的内阁人士 他认为共通性就是政治性很强 专业度非常低 他说不少阁员都是立委出身的 因此未来的主战场 就会在立法院新阁员 恐怕都会变成战狼了 好 当然现在盘点一下 已经对外公布的一些内阁人士名单 大家就发现说 郑文灿恐怕会入不了阁吗 为什么呢 好 林涛原本有说 他觉得是赶尽杀绝 但是有赎惠议员他说呢 可能是不太敢用吧 因为谁知道会不会像前立委 罗志正一样 还会不会有其他的影片曝光了呢 好 媒体人黄阳明的分析是 其实赖清德就是在报仇啦 因为郑文灿呢 在桃圆选的太烂了 把市长丢掉了 立委也是全军覆没 而且呢 郑文灿在2019年党内初选的时候 是力挺蔡英文的 这些赖清德都记在心里面 好 未来赖系呢 将会独霸党内 内阁在没有派系平衡的状况之下 520之后呢 被赖清德边缘的派系 接下来会力求突围 恐怕会促使民进党的内斗 更加的白热化 问一下董哥 你觉得郑文灿真的是被报复吗 因为郑文灿 就像你刚刚手讲的 他在那时候 赖清德跟蔡英文 党内出现的时候 他是新潮流 可是他是挺蔡英文 那你可以看刘世荒那时候就是挺蔡英文的 所以刘世荒这次 他觉得说他可以表态了 他不选立委连任 他明明立委可以连任 他在高雄嘛 那他这次就接了内政部长 所以可以看到他其实有些迹象 但是因为这次选举 对莱清德来讲 他是算赢得很难看 有狼狈 那里面当然有一些因素 我们知道选举里面 有两个录音带是很难看 一个就楼之正 到目前为止大家都认定 那应该就是真的 到目前为止没有下文 那郑文灿那个 你看那个检察官 那些警察手讲 差不多也认定 那个跟你很像 相似度也很高 其实在那时候成为话题的话 对整个民进党的险情 影响是很大的 那我觉得莱清德 他这一次的整个内阁里面 因为郑文灿当行政院的副院长 他过去在苏贞昌第一次 当行政院的时候 他是阁言 新闻级的级长 所以你现在说 要再叫他降下一个位置 去当什么部长或什么 重要的部都被人家拿走了 你也没有什么 那以他过去的隔级 你知道2018年民进党大败 里面显得最漂亮是郑文灿 郑文灿指定行政院长给苏贞昌 蔡英文就接受了 郑文灿指定我们 中生代的大师兄 卓龙泰来当民进党主席 大家也就接受了 那时候他是指挥落定 所有人马都是他安排 那时候可以看到他的意气风花 可是他找了林志坚 让整个民进党那种兵败如山倒 那最如山倒的就是 既然桃园六席通通漏险 这是最不可思议 好歹也要哪一席嘛 对不对 你怎么讲 有好几个趋势非常利的 比如卢族观音那边是比较利的 为什么都选到输 所以对郑文灿来讲 你过去在桃园营造的神话 其实不堪欲几 那加上你过去 在新潮流内你没有停我 那当然赖金泽就把这个算上去了 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 因为赖金泽自己是一个 只有百分之四十选票的 所以他这是在整个组阁里面 当然他有非常多的考量 譬如说刚刚提到的国安 对 这些为什么他用这些人 因为这些人是美国人要的 是他放心的嘛 就参应团队的会配合美国人的嘛 对不对 陪他们来抗中嘛 简单讲就这样 所以接下来外交部长啦 或者陆委会主委这些都不用怀疑 也一定也 大概沿班人马大家换换位置 为什么 因为现在美国在选总统啊 你给我搞出一个怎么样 让两岸又怎么样 对我来讲 那你就是维持现在的情况 老面孔 老面孔 大家讨厌他 但是不会出太大的差错 那赖金泽 被洋气哦 你就可以看到 他在这一个里面 有赖清德一个很重要的 一个 就是说你们 如果跟我下一次是有竞争关系的 我是跟蔡英文有竞争关系的 2018 那时候选书 2020年我是跟他有竞争关系的 那民进党哪些人 跟他的竞争关系会比较强 郑文贊 就像我刚刚讲 他本来实力是很强 而且他很会有一些手段嘛 那林家隆 林家隆的协经力比赖清德好 那林家隆又很会用 他的政治之言 他台中市长败选去当交通部长 整个交通部就是把台中市政府 那些官员几乎都通通搬来 所有重要职务全部是 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他也不计会 我就是我政国会就是要这样用 那当然里面也牵扯到一个 赖清德跟政国会的两子 当然最主要是陈廷辉 他在台湾 所有最讨厌 最不喜欢的人就是陈廷辉 不是国民党 就是民进党的陈廷辉 那他如果到地方去 譬如说他当总统 或以前当行政院长 他到地方去 陈廷辉会跟在他 他会当作没有看到 我非常注意他的样子 当作我完全没有看到你 我也不跟你打招呼 就是说我过去当台南市长的时候 然后你在当议员 当立委你怎么搞我的 我自己很清楚 所以赖清德对这方面他是 有恩报恩 有仇是报仇的 所以这次的内阁 就是所谓报恩型的内阁 他有报恩也有报仇的 然后由你来跟我竞争的 我要把你的 我不给你资言 我不给你太多资言 你如果资言那么多的话 你将来可能会 尤其在国内你会放很多资言 那他讲说林家龙不是要干外交部长 外交部长在国内没什么资言 资言在国外 你如果给他当内政部长 给他当交通部长 他资言很多 他这边补助那边补助 他就收容很多人心 所以可以看到他是有他的方式 但是这一次 就是对赖清德来讲 他就希望说 我能够度过这一关 这一关当然最重要就是 配合美国的选举 那美国选举下来的话 变成后联台湾的选举 那到时候变成就他来看的话 他的各种部署装调 在那一帐里面就很 就很重要了 就是说他自己的子弟兵 能不能都安插到各个地方的 县市首长还能够当选 那这个对他来讲就非常重要了 亮哥我问一下 就目前台面上所曝光的这个 格约名单 你觉得接下来的状况 主战场就是在国会吗 而且这些人 其实他们都是战狼性格 那国安团队比较明显 其他不一定 刘志芳怎么会是战哪 这个陈清德也不是啊 实际上他们只是因为 赖清德跟蔡英文斗争那一局 他们支持赖清德 我觉得 可是因为他这个任命太明显 就是自己熟的人 所以会漏掉很多人 所以我认为未来会 会有人不满 然后就爆料不断 那考验的是这些人的本事 倒不一定是国民党 有时候就是爆料 比如说这个人家就看你不爽 或者是觉得你不够分量啊 比如说我随便讲好了 比如说现在陆委会主委是邱戴山 你假如换成邱锤镇 他压得住吗 邱锤镇跟邱戴山那差太远了吧 那陆委会里面有一些人就可能会 不以为然啊 还有陈青德你是被堂合过的人 你接工程会 你不觉得太荒唐吗 那比如说内政部 坦白讲林又昌并没有做得很差 那你为什么把他换掉 把他换成刘世芳 因为他可能出来嫌 嫌台北市长是我要部署的 新北市长是我要部署的 林又昌 台北市 动作很重啊 台北市我看 到最后可怕还要拱林佳龙 跟郑文燦来选都有可能 不然因为啊 民进党里面谁比较有本事 事实上大家都稍微知道 谁比较有分量 可以处理一些事情 所以我觉得赖金德首先会因为 他这个内阁啊 太窄了 就是你并没有到外面去找 社会公认有本事的人 或者是你看佟子嫌就拒绝嘛 那也不是党内 党内人家就在讲说你为什么不找 林佳龙啊 郑文燦过来 那他用的理由当然就是 我认为他的基调就两个啦 一个就是他要搞那个文化认同的改造运动 这个当然就牵涉到你对未来你四年 你认为什么议题最重要 那他这个理解啊 坦白讲跟我们 跟我们距离很大啦 比如说我们都认为 未来这四年最需要处理的就是 两岸危机跟经济危机 再加上一个劳保这样 劳保广义也是经济问题啦 结果他在想国家重建 社会改造 洗敌人心 洗敌人心 哇哩哩哩 而且据我了解 他事实上本来是要找郑立军组阁的啦 也不是卓龙泰 所以你就知道他那个 强烈的意志要贯彻到行政院 你看那个决心有多强 因为郑立军 百分之百会听他的话嘛 可是郑立军他自己知道自己的条件不足 所以他就婉拒啦 所以他才变成副院长 是这样 所以你去想一想 你认为政立军可以阻隔离 你去想一想这个人 世人不明可以到什么程度 那对台湾哪些问题比较重要 可以误解到什么程度 你不觉得相当离谱吗 比如 所以你如果从这个逻辑去推啊 你就可以去推 未来的浅舰一下要造七艘 你去想一想会出多少问题啦 然后金门撞船 国安会怎么处理 那流润拐毙临啊 我跟你讲他一点都不认为是问题 问题就在这里啊 那刚刚你扯那个国安会 说负面声量高 我觉得杨永明教授讲得最对 这不是台湾的国安团队啊 这叫美安团队啊 是按美国人用的啦 这负面声量他根本不在乎 美国人放心最重要 就是这样啊 所以我坦白说 他事实上这个国安团队成型之后 大家就知道52里演说也不用看了啦 你也不用期待什么啦 那至于上台之后 你刚刚还挂了一个叫做 AI行动内阁 我就觉得拜托 如果佟梓贤没有答应你 你怎么连标题都没换一下 佟梓贤答应你 过来AI行动内阁才说得通嘛 佟梓贤没有答应 你现在是着容太阻隔 郑力军当副院长 这两个凭什么代表AI啊 你竟然连标题都不换 所以我坦白讲 我认为这个内阁撑一年就差不多了 一年啊 对啊 这没什么啊 唐飞才干三个月啊 我跟你讲他我认为 很多人都在看就说 好啦就让他走一走啦 先过520再说啦 那520之后 我今年下半年你就会看到 会出一大堆事 就让我可以看到 这次的第一个月 我今年是在绿阶上 我今年是个月 往前走啊 我今年是在绿阶上 那是这 way 我今年是这一天 我今年是这一天 我今年是在绿阶上 我今年是在绿阶上 我今年是在绿阶上